为了关心最近毒弹风波是否影响学校食安问题 市议员何全峰、李博弈以及简幻宗 在开学后陆续走访多个校园 针对鸡蛋来源以及选用标准 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的业者都希望从源头管理 也要求教育局在奖励机制上能加强宣导保障学生的饮食安全 受到芬普尼毒弹风波影响 市议员服务处在开学前已经收到许多家长的陈勤电话 希望要求学校的营养午餐品质 由于这学期开始高雄市有六成的国中小学校加入四张EQ制度 为了了解执行状况市议员何全峰、李博弈以及简幻宗 特别前往学校关心 其实这个蛋的价差非常大 所以大概从一公斤最低标准的四十块 到CAS大概到一百块 所以其实是大概有两三倍的价差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有价差就表示它的蛋不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教育局在这个安全的疑虑上 能够做更高规格的把关 刚才我们看了菜单 那大概一个月里面大概有七八天都会接触到蛋 那我想蛋的料理在整个营养午餐来讲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我也期待就是说 学校这边跟厂商这边可以提早的做一些反应 那家长不必那么担心 议员表示从开学至今以及安排多索学校视察 包括公办公营以及民办民营的厨房环境 并且与校长、主任以及教育局体建科 共同严理对策 希望从源头把关以及奖励补助机制 来有效控管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 每一餐提供多3.5元的补助 那各营养午餐还是各公办公营、民办民营的业者 怎么样去提升四张EQ 也就是食材在地、非基改等等这些食材 落实到我们的小朋友身上 那怎么样来提升来可以得到这些补助 让我们小朋友吃得更健康、更安全 按照我们农业局所提供的 不管是QR Code的厂商或者是TAP 或者是其他的集园谱 那个数量都足以供应我们学校的所有的营养午餐 按照教育部的一个政策是奖励 奖励3.5元 那希望采用四张EQ的食材 教育局体建科指出 高雄市学校配合农委会四张EQ的规范 并且提供补助学校营养午餐 每人3.5元的金费作为奖励 希望鼓励更多学校在配合中央政策的同时 也可避免增加成本的负担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道